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美國流行天后泰勒斯 他的演唱會帶動了經濟 而且甚至引發了各國要瘋搶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還不惜砸重金要包下泰勒斯 甚至引發了菲律賓的不滿 就是因為泰勒斯所帶動的一個經濟 可以說是媲美奧運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在昨天已經露出口風了 說在今年是會降息的 那麼這個時間點 還可以來佈局黃金跟美債嗎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盤中是再創新高 尤其台積電 今天又來到了769的歷史新高價 那麼今天台積電 在台股當中可以表現 可以說是獨強的 整個市值目前已經站上了 全球的前十大 另外現在買小宅 已經是一個風潮了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 購物趨勢儘管是如此 但台北市小宅的一個漲幅 為什麼比不上老舊公寓 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的問 邀請到政大金融系教授 殷乃平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大家好 財經專家游廷好 晚安 資深分析師許峰路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陳彥 這個泰勒斯開演唱會 每一次都引發了大批歌迷去搶票 那麼在這一次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甚至還砸重金要包下他 甚至還引發了菲律賓的不滿 為什麼泰勒斯會這麼重要呢 你知道去年泰勒斯 他開始這個五年 就是疫情有五年沒有辦演唱會 對 然後這個在澳洲的演唱會 你知道他帶來的經濟效益多少 只有澳洲而已 既然堪比奧運 奧運是全球所關注的 一個大型的體育賽事 包括住飯店等等 訂房成長的數字 我跟各位講很嚇人 1129%我們就講11倍 這個是94倍 就是希爾頓在墨爾本的訂房 這個很誇張 9400% 就是94倍 這個很嚇人 不過我要跟各位承認 我一直搞不清楚 他跟Lady Gaga兩個之間的差別 所以不要泡我好不好 因為我們製作人說要唱他的歌 我就一直去找Lady Gaga 結果不是 是什麼Shake it off是不是 我後來才搞懂 我一直弄錯人 我把兩個人搞錯了 但很可怕 泰勒斯的這種帶動的經濟效益 你知道他的巡迴帶動 讓他的這個財富 也快速的增加 去年10月就晉升為億萬富豪 晉資產是11億美金 你就知道整個演唱會 給他帶來的收入有多金 但我們就去想一件事 如果他辦演唱會 他可以帶來這麼大的一個 吸睛的一個效益 就是他的粉絲 到當地 不管你說交通也好 住宿也好 甚至可能會促進當地的消費 因為你看演唱會 除了住宿以外 你總要在當地吃飯 你可能順便會去周邊觀光 帶來的效益之大 我們覺得非常的一個驚人 所以大家都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找泰勒斯來 我們這邊辦個演唱會 對不對 所到之處 所向畢明 萬人空向 新加坡就想說 我來找泰勒斯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如果新加坡找來 其他東南亞的國家也跟進 坦白講 新加坡那一場 能不能帶來獨家的效益 可能會打折扣 對不對 因為新加坡東西貴 住宿貴什麼都貴 如果他在舉例印尼好了 或菲律賓 我乾脆去那幾個國家 聽演唱會 可能消 我的支出會比較少 對不對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新加坡就玩了一招說 獨家東南亞 就在我這 就包下來 然後他這個赤資多少 就是這個新加坡政府 200到300萬美金 很驚人 那所以這個 當然其他東南亞國家 聽到了就有點生氣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在跟各位講 這樣的獨到的一個眼光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你看 30萬的席次的演唱會 30萬席次是要多大的場地 要多大的場地好不好 那湧入多少人要買票 2200萬人登記 一個台灣的人口 奇怪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你新加坡沒有這麼多人口 原因很簡單 周邊的國家 甚至很多中國大陸的民眾 他也上網登記 他們想要飛去新加坡怎麼樣 看這個演唱會 所以你看30萬個席次 200萬人登記 請問票多貴你是不是都要 一張票可能幾萬塊 他的這個套票 我看是幾萬塊錢 然後住宿有多貴 你是不是還是會去住 甚至到時候當地 所有的消費金額 不管抬得多高 你人都來了 吃的餐廳還有飯店 全部都會被帶動 要不要順便消費一下 所以帶動的效益很驚人 甚至因為要買票 是不是要刷卡 結果沒想到 負責信用卡購票的 這個叫東南亞第三大的 這個大華銀行 你知道辦卡量激增多少 45% 連辦卡量都激增了 現在誰還在辦新的信用卡 可是沒想到就為了購票 我剛好沒有這信用卡 我就辦 激增45% 所以這個雜重金的獨家表演 會不會引起大家的不滿 當然會 我們都想要叫這個泰勒斯 來我們這裡 那你辦完了就算了 你幹嘛把他綁住 你可以 我也可以來印你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讓他來 所以就引起非常多人的不滿 像菲律賓的議員 就直接抨擊說 這不是好鄰居該做的事情 為了泰勒斯 這不是好鄰居該做的事 所以這話也講得很重 你就是我的鄰居 你為什麼這樣子搞 然後印尼的旅遊部長也說 國內旅遊需要泰勒斯 經濟學的支持 你看每年兩兆 這個總指基金來支持這些 我們就希望辦很多活動 來吸引更多的遊客 結果我錢在這 對不對 你現在辦獨家 我人帶不進來 這樣不行 那實際上辦演唱會 吸引經濟的增長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過去看周杰倫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辦一場演唱會 比這個十一長假五一長假 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還更高 所以泰勒斯經濟 其實背後所談的就是粉絲的一個消費力 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不過在台灣 其實我們說到台灣辦演唱會 每次大家也都是瘋狂的搶票 像IU昨天也辦演唱會 大家一分鐘聽說這個票就被搶光了 而且我們看到這幾年其實很多的這個演唱會 大型演唱會都是辦在高雄 而且從三月底開始 又有三場大型演唱會要接力登場 有多少人會湧進港都 其實你知道今天我要講這個 我覺得比經濟學還難 因為我想說是不是打錯了 IU不是IG嗎 原來IU是知名的韓星叫李之恩 那我真的覺得我應該要好好的進補一下 因為有太多 你看像泰勒斯搞成美麗卡卡 對不對 然後我想說IU 那你知道他過去有好幾次 要來台辦演唱會的 這一個計畫都落空 所以這一次一來 兩萬張門票一分鐘 你去想一想一分鐘的時間 其實不過就60秒 那這60秒當中你要登錄 你要登錄 然後你要刷卡 這個過程其實坦白講 一分鐘夠不夠我不知道 但是他既然就可以把兩萬張票賣掉 全部賣掉 所以你要知道代表所有的粉絲 湧入的那個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三場大型的演唱會 五月天 這個是在三月不是五月 五月天 還有大港開唱 那30萬的粉絲 那你拿演唱會的門票 你又可以結合高雄的夜市的文化 夜市的商圈 然後去做兌換 好 4月13號 大型韓國拼盤演唱會 Golden Wave 這我應該沒念錯吧 那我問你 大部分會去高雄參加演唱會的是當地人還是全台灣地區的粉絲 應該是北中南都有 所以到了當地要參加演唱會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不要訂飯店 我都來看這麼高級的演唱會了 我可以住那種小型的民宿嗎 直接就是乘以酒店直接就訂下去了 這很貴 這間酒店無心極很貴 你知道周六房礦本來有九成 結果演唱會直接滿 所以據我所知 只要有演唱會的當周 周邊甚至距離拉遠一點 可能要坐車 大概30分鐘左右的車程的飯店 幾乎都是滿的 因為有幾次我剛好要下去高雄 然後我要訂飯店 我說怎麼都訂不到 高雄在唱 有演唱會 幾乎現在都是這樣 然後你看這個合意高雄中山館 這個算是比較等級 稍微中間清零一點的價格 住房率也很高 所以你看三十萬歌迷到訪 你看可以帶來多大的相機 那高雄市政府約統計 二零二三年到十一月中 海外天團有這個 Black Pink Black Pink我知道 這我還有演過嘛 花這樣子 然後五月天要演出 吸引一百萬人次 帶來二十三億的觀光效益 我剛才講配合夜市的優惠券 你怎麼樣去造成 就帶來一個周邊的一個娛樂效益 更重要的事情是 半演唱會最怕什麼 其實就遇到下雨天 因為那感覺不好 不舒服 或是太冷或是太熱 可是高雄的氣候 非常的穩定 而且其實熱的時候 也不熱 因為它有風 然後也不容易下雨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高雄流行樂中心成立以後 有很多的活動 我上次下去 我還特別去看 就是這裡 那個蓋得很漂亮 蓋得很漂亮 它辦了幾個大型的活動 然後很多人 然後而且它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在地上的那個 那個是什麼 是輕軌還是什麼 然後你剛好做那個 還可以去周邊逛一逛 去西子灣走一走 最近還有黃色小鴨 對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高雄現在 打造音樂流行之都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非常的好 我認為應該還是會持續的擴大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好 剛才我們看到 除了泰勒斯之外 其實在台灣 包括在高雄演唱會所帶動的 整個經濟的收益 是非常的一個龐大 不過刺激大家消費 接下來聯準會的態度也很重要 大家很關心 到底會不會降息 聯準會主席鮑爾 昨天在國會聽證會 他就已經開口了 他說今年在某個時間點 可能就會適合降息了 但也激勵美股的一個上漲 我們要請教廷浩 如果說今年會降息的話 那麼金價的部分 受到激勵是在創高 這個時間點還適合去布局嗎 沒錯 我覺得今天早上 我看頭版頭條的時候 還很有趣 我看經濟日報的頭條 是說鮑爾不急著降息 但是華爾街日報的頭條是 鮑爾一定會降息 那你仔細想想 好像兩個有點衝突 但仔細一想 好像又沒衝突 那說明什麼事情 這一次釋放的是一個中性談話 他現在不會降息 但是今年一定會看到降息的 那也說明一件事情 不管是金價或者債券價格 他對於利率作為這種 明顯反向連動的資產價格 都足以說明今年會漲 但不確定會漲多少 所以他基本上就為美國股市 在持續破高的同時 開始墊上了另外一個避險基調 那就是美股在創高 本來我可能只是 巴惡的股債的配置者 現在已經變91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也沒有賣債券 我也沒有買股票 因為股票市場膨脹太快了 這個時候就要反過來看一下 是不是要購買一些避險資產 來阻止接下來 可能到來的景氣回挑 我們可以觀察到 標普百指數目前來看 已經幾乎突破了90% 華爾街原本的預測值 現在已經來到5100點 接近5200點了吧 你看到九成的投行 今年的預估值 都在5100點以下 只有三間投行 是認為能夠漲到5100點以上的 這換句話說 現在的行情的確 管理拉得非常高 但是包惡所釋出的談話 感覺沒有要壓抑目前的市場 所以值得大家來多做些留意 所以管理拉得那麼高 基本上 即便現在是牛市 我相信通常每年 大概會有一到兩次的 中期回檔 管理回調 這回檔幅度 大概都是以15%為起跳到 跌15%不代表是熊市 但是它代表是牛市當中 一個正常的健康回調 總要有甩轎 如果回調的話 這個時間大概會多久 如果是回調的話 通常大概是一個季度內回調完畢 但是它必定要伴隨著市場上 有部分人開始停損離場 要不然牛市就無法持續了 OK 所以這是對於股市的想法 今年我認為一定會發生 如果它一定會發生 我們可以提前做什麼事情 既然我原本是82的股债比 現在已經變91了 我就要想辦法把這個1 給拉上來 嘗試著影響 導致到時候股票市場回跌的時候 不會受到太明顯資產的減損 因為我們已經提前做好了避險 所以把股市的比重給降低 把債市拉高 沒錯 所以第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直接調高債市比重 為什麼 因為債券價格 你不管怎麼看 現在一定不是主身段 才剛剛開始主底而已 第二個方向 除了債券有沒有其他的避險資產 基本上我們從黃金價格 在昨天晚上創下歷史新高價 就值得市場來做一些矚目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 通常債券或者說黃金價格的變動 它跟美元基本上是呈現高度的反向連動 簡單來講 通常是這樣子 只要美元指數上漲 我們看到黃色線 黃金價格必定下跌 美元走扁 黃金必定走漲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黃金本身就是以美元作為技價 如果美元變強了 購買力變強 當然可以購買更多的黃金 現在一樣 當聯準會的降息步調已經確定 美元是遲早走扁的 美元遲早走扁 美元遲早不值錢 黃金就遲早會值錢 所以黃金目前來看 已經提前先噴出了 可是很多人會擔心 那已經噴出了 搞不好現在是高點 現在買了等著被套 事實上黃金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頂多算是出身段 剛剛進入到主身段的格局 未來還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持續拉抬的 為什麼 因為目前的漲幅 並沒有說到特別離譜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黃金到底在過去的回測表現為何 我們看到 當時在2018年左右 我們看到聯邦基準利率升升升升升升 升到18年開始停止 19年開始轉為降息 在20年開始加大降息力度 這一段時間 在兩年期間 黃金價格漲了多少 153% 所以你說現在漲幅又很離譜 才剛剛創新高而已 對吧 我們再看一下06年 06年當時也是市場上的景氣大好 聯準會就要瘋狂的升息 升到06年高點停止以後 開始在07年因為金融海嘯轉為降息 黃金價格 黃金也漲 漲了272% 我們再看一下1999年 網路泡沫當下 聯準會也是持續高強度的升息 在1999年停止升息以後 2000年網路泡沫撲滅開始降息 黃金價格漲幅多少 170% 也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針對黃金價格 目前的持有和出脫 這個時間還很長 你至少等到真正的降息潮 已經來臨 我們在考慮進行出脫 所以每一回的這個降息循環 它都漲至少一倍以上 沒錯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 黃金本身跟利率 是呈現高度反向關係 它降得越多 黃金就漲得越多 那現在利率剛好在高位開始震盪 那我們相信真正的主升段 應該是從真正的降息開始之後 才會以此而發酵 那第二個對於黃金的剛性買盤 就是我們看到全球的央行 你是不是發現很有趣的跡象 就是說全球央行 尤其是美國央行 它本身並沒有持有過多的黃金儲備 可是在過去兩年 黃金全球的儲備量 確實高速的走揚 幾乎在過去兩年 相對於20年已經翻了一倍 那是什麼原因 去美元化 我們看到不管是人民央行 還是俄羅斯央行 都在大量的進行美國公債的抛售 那我們都很清楚 一國的貨幣要值錢 你像台灣外匯儲備有5000億 那我5000億是什麼 全部都是美元和美債 因為我持有夠多的美債 所以我的新台幣值錢 那現在這些中國人行 俄羅斯央行 他不要美債了 他要找一些資產的定毛 來彰顯自己的貨幣值錢 那只剩下黃金了 所以我們按照過去的回測 不管是降息前一年的金價漲幅 提前反應 還是降息後一年的金價漲幅 你可以觀察到 都是非常非常亮麗的 換句話來說 我們基本上 在四個時間點 也差不多要準備要居高思維了 這個居高思維 不是對賭股市會崩盤 而是這個時候 我們股票市值的膨脹速度 已經明顯大於其他資產 就要開始回過頭來看一些 比較低基期的資產了 不過另外在科技股的部分 請廷浩帶我們來關注 像是揮達 揮達現在已經擠下了特斯拉 變成是散戶之王 很多散戶進去買 而且他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這股價飆漲了七倍 接下來是應該要居高思維了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 美國股市其實還在創新高 你看昨天費半又創下歷史新高 可是你觀察 美國股市七大巨頭的表現 有人要準備進行中期回答了 我們看到的七大巨頭 你看揮達今年漲幅是七成 的確很亮麗 可是臉書Meta 漲幅大概三成 大概在高位震盪 你看亞馬遜微軟 這一波美股大漲 創歷史新高 它已經盤整接近兩個月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下面的Google 蘋果跟特斯拉是怎麼回事 Google跌幅大概是6% 蘋果本來跌幅上禮拜還2% 最近已經跌到一成了 特斯拉直接跌到兩成六了 180塊都跌破了 這三支股票都已經開始進行 中期回答修正了 所以你說美股創高了 好興奮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有幾支科技全資股 已經開始有所鬆動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基本上很快 我們在美國股市 台北股市創高的同時 差不多就要迎來新一波的 中期回調 中期回調本身並不是暗示著 牛市的結束 他要把一些人 急著上車的這些人甩下車 讓他以為這個是泡沫破滅 把這些人趕開市場 先跌的是要先避開嗎 不一定 先跌的就代表著 他的基期接下來 更有機會有超級的空間 因為中期回答的修正 他一定要伴隨著 指數的總修正 所以回答是指數要接下來的 可是你要讓回答 本來漲幅7成 到今年要變富報酬 有一點難度 所以這個時候 你想要逢低激起一些部件的話 最好就直接根據Google 蘋果 克斯拉來做觀察 不是說現在一定要急著買 而是說整個市場 正在乖離修正的時候 我們就找這些超低的股票 來進行部件 可是你看到能源股 房地產公用事業 是2.6 23倍 這些看起來是防禦性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其實很低 可是如果你把本益比 拿去處理它的 獲利成長率的話 它的基期就變高了 說明什麼事情 你不要看它漲那麼多了 他們的獲利真的很快 增長的速度快到 基本上本益比本身 不是太大的問題 其實換句話說 美歐股市還是有持續推升的空間 只不過漲了四個月 也差不多該休息一下了 應該要適時的一個回檔一下修正 好 我們先再來看到 是在臺股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們說臺股的話 感覺上這一次 好像這一波就一漲之後 就不回頭了 我要請教封路 尤其是在臺積電的部分 一直在創高 今天盤中又來到769的歷史新高了 但是又特別關注的是 臺股的部分也一直在創高 但很奇怪的一個點是 為什麼下跌的加速 是多於上漲加速 而且多出來甚至是超過一倍 這是什麼現象 有沒有發現每次臺積電吃飽 大家都跌倒 尤其中小型股票 今天基本上都沒有表現 指數今天看起來漲了200多點 又創歷史新高 現在OTC就很弱 下跌的指數是超過1500加 我這邊先跟大家來講一下 一個叫屯落指標 但以後看就很瞭解說 現在市場氣氛是什麼 不是說馬上就會反轉 可是現在會告訴你說 現在他每一檔股票 今天大概是一檔上漲 有三檔下跌 有四檔股票裡面 你大概有75%的機會 是買到下跌的股票 我們看什麼指標 看騰落指標 它很簡單 它是用台股上漲的加速 扣掉下跌加速的數值 他來判斷它整體來講 現階段市場賺錢的效應好不好 如果說你看到 騰落指標的數字是比較漂亮 也就是上漲加速 扣掉下跌加速 數字很漂亮 趨勢往上 這要表示什麼 這裡應該就是整體 大家都有機會賺到錢 如果說現在指數在創新高 剛剛庭浩也講到 美股都可能要修正 台股會不會有修正的機會 台股也有可能 未來會有一段時間 會進去修正 尤其在現在市場氣氛 如果股齡超過20年的人 你大概都會知道 當你看到什麼 插協同理論知道吧 插協同都在告訴你股票的時候 大概就是短線 插協同都在跟你聊股票 對 我們之前在券商也待過 在銀行也待過 兩個最大的特色 一個是開戶人數暴增 現在一大堆人去開戶 對 現在就是券商就是說 大家來開戶 他們開到手軟 開到手軟 10年不交易的人回來開戶 10元20年動止 禁止戶 回來重新把他戶頭打開 來 過去不買的人 現在開始在買 是不是過熱 短線過熱 我認為趨勢可能還沒有結束 但短線一定是過熱 第二個從銀行段來看 最近有沒有發現投信一直在募行基金 ETF 好 你看有中信的上游半導體基金募集 175億 請大家募了 他募好了沒 說要募而已 最近半導體上游 是每個都已經漲到爆炸 每個都漲到爆炸對不對 好 然後現在又高息動能 又在吸了500多億 00939 元大價值高息 這個星期要預購 對 這個禮拜0940 通通募爆了 我問各位 過去像2022年的下半年 那時候因為額募戰爭之後 是指數一路回檔修正 好 那時候有沒有很多投信在募基金 好像沒有 去年什麼時候投信開始大募基金 5月AI開始大漲的時候 一路的募基金 ETF 對不對 可是在之前投信一直買的資金 來自於哪裡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們那時候來上節目都講 關股委外代操一步接一步釋出資金 對不對 好 好 那現在又要大募基金的同時 指數在哪裡 在一萬九千五百點 一萬九千 今天將近一萬九千八百點 已經再差三百點左右 就要上兩萬了 誰要來 這時候誰來付 誰來付這些投信募的錢 散戶投資朋友 好熱情 我現在通宜要進 我現在看到兩萬點 我買股票 市場 這個是我們要先看的 這是市場的現象 那我們看一下 過去兩年 每次臺股危難時候都在戶盤 不管是你跌破了這個一萬八千點 跌到一萬六千點 都是誰在戶 關股在戶 關股吹復復復復在幹嘛 這是昨天關股在賣 臺電今天這麼強 關股昨天也在賣 前天也在賣 為什麼反而是應該 互盤的八大關股一直在賣 前天 昨天也在賣 連發科也在賣 昨天散熱很好也在賣 今天的熱意 昨天也在賣 我問各位 這次跟你概念不太一樣 我覺得短線是過熱 但趨勢會不會立刻反轉 目前還沒有看到立刻反轉 只是我要必須要講 賺錢的效應變低了 賺錢的效應變低了 你看今天上市櫃 加起來超過一千五百家在下跌 對不對 你可能你布了股票 可能各個族群都有 如果今天沒有買到臺積電 沒有買到聯發科 沒有買到日月光 基本上你的股票 大概沒什麼表現 還有可能回檔修正很多 昨天是不是AI股 裡面散熱即可 全部暴漲 全部都創新高 就今天全部都大 其實今天基本上 就是看臺積電跟聯發科 所以這裡我覺得 要開始做一些調整 指數現階段還是維持在多頭格局 沒有變 那AI也是帶領著 整個大盤上走 但是從臺積電為首的這些個股 他的評價確實相對講 比較貴了 我們找位階低的 資金還是會流入 因為現在市場資金非常多 投信就要募到了錢 他可能還去買一些相對位階 比較低的 那有題材的 比方說現在是不是馬上到三月 現在已經三月 就要公告了配息 最近配息好的股票很強 那股的位階已經來到一萬九千多點 都已經快要到兩萬點 這個時候到底怎麼去選股 會比較安全 找高值利率的就對了 鎖定高值利率的 鎖定高值利率的 去年賺很多錢 今年還能夠繼續賺錢 重點是去年要能夠賺錢 今年又能夠配息 然後今年還有成長的 那大多數AI股去年沒什麼賺錢 都是要看今年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大的空間 所以是低基期高配息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就好了 來 大家有沒有想過遠東銀行會漲停板 會跳空漲停板 來 公布現金股利0.506元 股票股利0.506元 合計1.012 配發率接近98% 現金值率超過4%而已 直接漲停板 有沒有看到 跳空漲停 所以只要你的獲利突出 配息大方市場就會給你掌聲 來 這個是金融股 來 看電子股 答方去年獲利每股5.91 配發信心股利4元 殖利率超過7.1% 配發率也是蠻高的 股價是宣布完之後 直接跳空越過 一根長紅漲停板 再創新高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要漲是相對安穩 他也沒有因為之前過度炒作 而他去年獲利又不錯的 那我在這個都已經公布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檔 叫做德昌營造股 好 他的股價去年其實飆一段 來到86.5 那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是整理為主 但我一看他的財報不得了 去年前三季賺8.39 有沒有比他們兩個賺多多 可以吧 第四季的營收是30.39億 他是計增兩成 第四季是全年營收新高 在手訂單大概500億 也就是說 衛南每年要消化100億的訂單的話 他要消化五年 100億大概他EPS就將近10塊 那我想 以他今年第四季的標準 全年大概有機會賺到11塊 超過一個股本 假設配6塊錢就好 那我想這些配這樣子的價格 都可以往上強攻 而他們都有創新高 可是德昌現在位置還很低 位置還是相對低 所以這個技術面的缺口 我認為是一定要去回補 回補完之後應該前波高底 回去做一個挑戰 畢竟股價位置相對低 然後又有高的殖利率 跟今年還是能夠維持高的獲利的話 我認為市場會比較輕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安全 大於他的利潤空間 好 在臺股即將看到只差三百多點 就會面臨到兩萬點大關的情況之下 剛剛風露帶我們提到低基期高配期的 這個個股都可以做留意的 不過我們說到整個股市的一個表現 接下來究竟如何地緣政治的影響 也很重要 我們看到現在新的一年世界銀行 最新的預測 在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 恐怕是會放緩到百分之二點四 這比疫情前還要更低 反映的是似乎經濟復甦 是不如預期的 一直要到明年二零二五年 才有機會回升到百分之二點七 那麼現在美國調查公司 他們也公佈了全球的實打風險 到底有哪一些呢 這當中包括了美國分裂 中東的緊要關頭 還有排名第六 這是中國的經濟無法復甦 我們要請教殷老師 現在正值中國的糧會期間 他們說提出要靠發債 來保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5% 你覺得可以達標嗎 國際貨幣基金跟世界銀行都開始調低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今年的 因為他們都從百分之五 IMF調降到百分之四點六 世界銀行調整到百分之四點四 都往下調 他們的希望就是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 中國大陸如果能夠撐住的話 整個世界經濟就不會太糟 所以說估計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可是整個大陸今年會怎麼樣 這個華爾街日報最近前兩天才登出來 說中國大陸經濟有八大痛點 這個痛點裡面包括的東西當然很多了 當然第一個就是大陸的消費不足 造成了通貨緊縮 然後外資撤離帶來的另外一個衝擊 還有當然大家都在談的房地產的問題 房地產危機也是一個問題 最後當然老齡化貿易戰或者債務過多等等 這些東西他們都提到了 可是他們一月份的時候 人民銀行提出一些處理的策略 到現在為止這個大陸的這個房地產危機 在大陸沒有什麼人提了 他們的做法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買到奈美樓直接買購物者 那地方政府幫他繼續蓋 把他蓋到完了 然後銀行對購物者繼續給他貸款 等他蓋好以後 一樣讓他貸款 蓋好了就讓他入住 這樣的話這個民怨就沒有了 就沒有人去抗爭了 另外還有一個要全面去清理建商 把那些還能夠救得起來的 還能夠活下去的 沒有問題的全部都列了一個白名單 那在白名單裡面的這些建商 銀行你非救不可 要借錢給他 非要借錢給他 那這個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問題就不會擴大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恒大庇護園還有一些小的建商有問題的 要倒掉的 在海外的部分他已經宣告破產保護了嘛 那就由國外的那些這些律師去慢慢去處理 清算了嘛 那國內的這一部分很好玩 他把他們的這些還不出來的債整個打包 然後跟地方政府的那個欠的債 城投債 一起放在一起 然後專家政府一起打包吃進來了 然後我發個一兆人民幣的債券去付這個錢 然後我慢慢 專家政府來慢慢還 他等於將它包裹起來了 就是專家政府完全把這個問題承受過來了 所以說這個問題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了 當然大家看到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呢 就是這些這個碧桂園跟恒大後面有一些影子銀行 對 因為他要用影子銀行去吸金嘛 那這些影子銀行就發新了很多衍生性工具啊 這個信託工具啊 還有結構在有一大堆 那這些東西你要處理就很難了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過去幾年我想大家都記得啊 有個P2P網貸 幾千家這個網貸問題 處理了很久處理掉了 然後再過一陣子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所謂的騰訊跟阿里巴巴 他們的金融納入管理 也鬧了很久 他們的股票也跌啊搞得很慘 現在也差不多了 那最後他怎麼樣處理這個影子銀行 這個是另外一個棘手的問題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你能不能處理的好 不過不管怎麼說 房地產的問題這一塊啊 好像就已經大家沒有聲音了 是 就已經這個政府全包了 問題就差不多解決了 不過這個問題啊 這個我們特別要提的就是什麼 負債 負債嘛 華爾街日報提出來 整個中國大陸的負債是GDP的300倍 百分之三百 不是三百倍 百分之三百 百分之三百 就是GDP的三倍 是 所以比美國還高很多 對 那這次兩會啊 開完了以後 他決定要發行一兆人民幣的長期特別國債 去救經濟 就多了一兆的這個負債了啊 在這個之外的話 他其實我們前面講的地方債務 他又搞了一兆出來嘛 就是把它全部打包中央政府承受了嘛 那在這些之外 在二月份的時候啊 這個人民銀行降低存款準備率兩碼 這降低了兩碼之後啊 銀行體系就釋出了一兆人民幣 又有一兆人民幣放出來了 就是說市場上又多了這麼多錢啊 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外電還有一個報導 我想很多人不見得會注意到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 他利用海外的這種國企啊 整個匯回來一兆人民幣 買股票去互牌 海外的國企匯回來一兆人民幣去買 投入大陸股市嗎 對 大陸的上海 深圳 香港 所以說你看一月份二月份以後 他們的股市就穩下來了 對 比較穩下來了 穩下來了 這心情真的是跌跌不休 外面國債的一些錢 當然進來的話 他們的會市也稍微的調整了一下 對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到就有四兆的錢砸出去了 他們就經濟 那當然這個經濟會不會變好 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不過問題就差不多了 可是真正關鍵另外有個最大的一個痛點 是什麼呢 就是外資在跑了 外資跑的話 當然股票市場跟債券市場 他們說跑掉了五千億去年 這個債券 尤其債券跑掉一千五百億美金 美金不是人民幣 跑掉了這麼多以後 這個市場當低迷了 這就是他們股市低迷的一個主要原因 另外一個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直接投資 一年裡面跑掉了一千五百億美金 這個直接投資帶來的機器設備 生產技術 工人就業 還有出口的增加等等 這些直接投資外資 一撤離以後 你失業增加了 你的出口也減少 還有當然產業年也中斷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這個 它的這個經濟的問題 就浮顯出來了 也就是說 它就出現了一些這個所謂的 金黃不接 跑掉了以後 你自己的不能起來 失業又增加 你要有一些這個政策 讓這些往前跑 要刺激經濟的話 那這補進去的話 中間就有一個時差 所以我們開玩笑說 今年這一年是這個療傷止痛 讓這個經濟能夠穩下來恢復 所以你說今年要經濟 大陸的經濟要大幅成長 可能性就沒有那麼快了 要等到也許穩下來以後再說 不過你整個有14億 4億人口的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它的消費市場很大 對 所以說全世界跟它之間的來往都還存在 所以它經濟應該還撐得住 不會像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大陸的經濟就會崩潰掉了 那個可能性比較小 它還是穩下來 不過穩下來 穩得很 是不是會很痛苦的穩下來 就不曉得了 成長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也不至於會真的經濟崩潰這樣 崩潰的可能性 是比較低的 可能沒有那麼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現在小宅可以說是房市 未來的一個趨勢 但為什麼說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這個小宅的漲幅 卻是比公園的漲幅要更差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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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